梁婷 梁婷 你别生气 小心杀了自己 梁婷 梁婷 你的太子殿下做了 我的太子殿下 他说过会独仇我一人 可如今 却背着我与其他女人 还有了孩子 谁叫我 梁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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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不是什么事 太子道 梁婷 见过太子殿下 见过太子殿下 梁婷的 梁婷将自己关在内殿 除了锦儿 谁都不让进去 这般模样 若会让太子殿下看见了 搜搜 是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是谁胡说八道 说赵梁婷想不开 要去寻死的 太子殿下 梁婷一事伤了心 哭了一场 下人们话赶话 传的变了心也是有的 出去 是 来 瑟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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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我就不瞒你了 那日 我在母后宫中喝醉了酒 瑟瑟 瑟瑟你别哭啊 都是我母后安排的 我有什么办法呀 你真的因为这事 跟我生气吗 瑟瑟不敢生殿下的气 瑟瑟只贪自己命苦 逃不得皇后娘娘的欢喜 又比不上太子妃 地位尊重 现如今 连绪娘一个婢女 都已怀了黄色 超越了我 我 我怕是连一个婢女 都不如了 她们是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啊 就算我是太子 我也没有办法左右啊 这点你是知道的 瑟瑟 你现在跟我说 这些气话干什么呀 没想到 殿下这么快 就忘了对瑟瑟的承诺 瑟瑟心里只有殿下 可殿下心里呢 瑟瑟虽然身份地位 但对殿下这份爱 却容不得这般劫大 可慕chau 既然你什么都听不进去 所以 我就不跟你解释了 改日再来看你 良娣 你这是怎么了 你还摔什么 也不能摔了那块银沸 那个是太子殿下 给你的定情信物